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 嗨,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真的感謝神,看過我們平安又過了一年 很感謝神,看過我們平安又過了一年 今天是我們新年的頭一天 今天是我們新年的第一天 我們各位兄弟姊妹,可以組織在教會裡面,來祝福敬拜神 各位弟兄姊妹,可以聚集在教會一起來敬拜神 表示我們對這天,一個新的開始,我們是看到的 表示我們對這一天,這個新的開始是看重的 當小弟看到安排表,比安排,我們來到教會領會時 當小弟看到安排表,安排小弟來內地教會領會的時候 我就在思考,要跟大家分享什麼 我就在思考,要和大家分享什麼 有的題目之前就說過了 有些題目之前就已經講過了 所以說要講一個新的 所以要講一個新的 我就在思考,要跟大家分享什麼 我就在思考,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什麼 要有免的一個意義 要有一個勉勵的意義 也要有一個祝福的感覺 也要有一個祝福的感覺 過年我們都會收到一些簡訊 一些LINE的貼圖 在過年的時候我們都會收到一些簡訊 或是LINE的貼圖 一些祝福的話 我相信我們應該有看到其中一句就是祝我們六六大順 相信都會看到一句就是祝大家六六大順 其實為什麼我會用這個題目 為什麼我會用這個題目呢 在這裡就覺得外邦人在用的 為什麼會寫到黑板上 你可能會想說這是外邦人在用的 為什麼會寫在黑板上 什麼一元父始 什麼雙喜臨門 六六大順就是這樣 什麼一元父始 六六大順 那都是外邦人在用祝福的話 這都是外邦人用來祝福的話 但是這個六六大順在聖經裡面有記載 但是這六六大順在聖經裡面有記載 它是一個隱藏 隱藏起來的一個密碼 這是一個隱藏起來的密碼 我們不要讓我們的信用生活 來過了六六大順 我們要怎麼樣才能讓自己的信仰生活過得六六大順呢 我們就來看提摩泰前書第六經第六節 我們一起來看提摩泰前書第六章第六節 提摩泰前書第六經第六節 提摩泰前書第六章第六節 新約三百空一面 新約聖經三百零一頁 第六節 人離敬虔加上地獄的心 大利 只要跟我們說敬虔加上地獄的心 這裡告訴我們敬虔加上知足的心 就是大利 就是大利 大利跟我們說起來 大利簡單說起來 就是讓我們大大順利 就是讓我們大大順利 讓我們這條大大的利益 讓我們得到大大的利益 所以說這個記載在第六經第六節 所以這記載在第六章第六節 他這個意思我們可以照著這樣來 這個教訓我們可以照著這樣做 如果這個教訓我們能按著這樣子行 我們就能六六大順 我們就能六六大順 我們就能凡事亨通 我們就能凡事亨通 這裡說就是敬虔加上地獄的心 所以講到敬虔加上知足的心 什麼叫敬虔 什麼叫敬虔 敬虔 敬虔如果把牆開起來說 敬虔如果我們分開來看 就是一個敬虔神的虔誠人 就是在講一個敬虔神的虔誠人 我們每一群兄弟姊妹 要做一個敬虔神的虔誠人 我們每位弟兄姊妹 都應該做一個敬虔神的虔誠人 這樣我們就是敬虔的人 這樣我們就是敬虔的人了 什麼叫敬虔神 什麼叫敬虔神 就是我們尊主為代 就是我們尊主偉大 我們什麼事情 我們都把神放在頭一個部分 我們把凡事都把神放在第一順位 我們不是照著我們自己的想法 照著我們自己的意思 不是按照我們自己的想法 按照我們自己的意思 我們在做事情進行 我們在做事情之前 我們有考慮到 我們有考慮到 考慮到神的想法是怎樣 有沒有考慮到神的想法是如何 神要我們做的是什麼呢 神要我們做什麼 我們做的看今言第三章 我們一起看真言第三章 第五節 第六節 第五節 第六節 到第七節 到第七節 今言第三章 第五節到第七節 真言第三章 第五節到第七節 第五節就是 你要專心 要洋民來看著神 就是我們要舉頭仰望神 我們在我們所做的屬上 在我們所做的事上 我們沒有挖靠自己的聰明 我們不依靠自己的聰明 有時候靠到自己的聰明 可以賺比較多錢 有時候依靠我們自己的聰明 可以賺比較多錢 有時候挖靠自己的聰明 可以賺到比較多的利益 有時候依靠我們的聰明 可以賺取更多的利益 長啊 少在看那個 非是不可 昨天小弟在看臉書的時候 我就跟我們太太說 我就跟我太太說 為什麼 隔隔隔隔隔都吃蝦子 為什麼家家戶戶都在吃蝦子 看到大家年菜差不多都有蝦子 看到大家照片上的年菜都有蝦子 因為我真的要吃蝦子 因為我也非常喜歡吃蝦子 所以我每次回娘家都有蝦子 所以我每次回娘家都會有蝦子吃 我們太太知道我喜歡吃蝦子 所以她也會買蝦子 我太太也知道我喜歡吃蝦子 所以她也會買蝦子 但是蝦子是不是比較貴 但是蝦子是不是比較貴 有時候我們買蝦子會用頭筋減量 然後有時候在買蝦子的時候 會被人家偷金減量 有一次我們太太去大欖菜市買蝦子 有一次小弟的太太去大南菜市場買蝦子 她跟我說 我買兩斤蝦子是你愛吃的 就說我買兩斤蝦子是你喜歡吃的 叫我拿起來看兩斤哪有可能這麼多月 小弟就拿起來看兩斤怎麼可能只有這樣子而已 你也不是龍蝦 又不是龍蝦 龍蝦 我說這絕對沒有兩斤 說這絕對沒有兩斤 我們太太說沒有 他就正經拿在蝦子上頭蝦就是兩斤 我太太說沒有啊 這放在襯子上面就真的是兩斤 我說那蝦子就貼過 我就說那個襯子一定是有被貼過 你人家買蝦子的時候你要拿去隔壁買蝦子的地方 放一下 但是你買蝦子的時候你就拿到隔壁攤在賣番薯的那裡蹭一下 那賣蝦子不會給你調蝦子 在那個賣番薯的不會 賣地瓜的不會去調那個襯子 因為蝦子一斤才十多塊二十塊而已 他會給你調蝦子沒有意思 因為地瓜一斤才十塊錢二十塊錢去調那個沒有意思 但是賣蝦子給你調蝦子可以放那麼多 但是賣蝦子去調蝦子就會比較能賺比較多 那這個事情就修理一個生活 那這件事情就讓小弟有一個想法 有時候我們靠到自己的方法 我們可以多賺一點錢沒有錯 有時候靠著我們一些方法可以賺比較多錢沒有錯 這就是說我靠自己的聰明 這就是依靠自己的聰明 但是我們在我們所行一切的事上 但是在我們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認定他 要認定他 所行一切的事上是什麼意思 在所行的一切事上是什麼意思呢 不是說全部的事我們都要認定神 就是在全部的事情上都要認定神 就是說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 我們要去想說這有下神的旨意嗎 就是我們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們都要想這有沒有合乎神的旨意 是不是蒙神的活躍 有沒有蒙神悅納 這是不是神喜悅的事 這是不是神所喜悅的事情 我們在心裡有這種疑問的時候 在我們心裡有疑問的時候 你就要打動了 我們就要停下腳步 因為小弟負責社青的關懷 因為小弟負責社青的關懷 真的社青都會在LINE上頭 或是卡丁回來問我一些事 很多社青的成員都會來問小弟一些事情 其實我給他們一個最簡單的回答 我就給他們一個非常簡單的回答 其實你們來問我就表示說這是不行的 你會來問我這個問題 就表示你覺得這是不行的 你就心裡覺得這好像不妥當 你心裡就是因為覺得這不妥當 這好像不行 好像不行的樣子 但是我來聽看 有的人覺得是不是會有一種說法 勉強沒關係 但是我就想要聽聽看 有沒有人一些講法是覺得勉強沒有關係 就是說正義的謊言 對 善意的謊言 可以說 不可以說 可以說 不可以說 我也是我處理好意 我也是處理好意 我也是處理好意 但是 這是白柴威 但是這還是謊話 這樣可以說還可以說 這到底能不能說呢 好請像人家卡丁回來問問 有 好像有人打電話來問我呢 他小弟也是付接婚姻介紹 因為小弟也是負責婚姻介紹 這個兄弟 這個姊妹有去祝會嗎 這位弟兄這位姐妹有沒有去聚會 你如果跟他說沒有 他可能沒有結婚因為沒有去祝會 誰要嫁 因為他可能就會沒有辦法結婚 因為沒有去聚會 你如果說有 你如果說有 我們就說白柴了 那我們就說謊話了 我們要怎麼辦 那要怎麼辦呢 其實有時候 你們做年輕人讓我們很為難 有時候你們這些年輕人讓我們很為難 所以我們只有用一種方法 所以我們只能用一種方法 來問到這個問題 如果有人來問到這個問題 請問他有來祝會嗎 你有沒有來聚會 他有沒有來聚會 我想看看 這樣 就會說我想看看 然後就 然後說有 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什麼意思呢 想整部勉強 想出 有一次來聚會 這樣有 就是勉強想起來 他有一次有來聚會 這個意思 我們不可以跟他講白 這個意思我們也不能說得非常明白 但是你如果聽到這樣 你就知道他沒什麼來聚會 但是你如果聽到這樣子的回答 你就知道他這個人平常沒有來聚會 所以說我們要在我們所行的事上 所以在我們所行的事上 我們不要靠到我們自己的地位 我們要靠著我們的智慧 我們不要靠著我們自己的聚會 我們不要靠著我們自己的智慧 對 要來得到更多利益 還是金錢 要用這樣子的方法來得到更多的利益 或是金錢 因為我們的認定神 因為我們要認定神 神就是基因我們的路 神卻會指引我們的路 因為當我們真正是一位尊重神的人 當我們成為一個尊重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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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把神的話放在我們的心上 我們把神的話放在我們的心上 就好餐就四篇一百十九篇一百零二十講到的 就像四篇一百一十九篇那裡說到的 一百零五節 一百零五節說的 一百零五節說的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那為什麼神的話 會吃著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為什麼神的話是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因為當我們尊重神的時候 因為當我們尊重神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要怎麼做 我們就知道要怎麼做 所以當神的話在我們的心肝裡 當神的話在我們心上 我們認定神 我們認定神 我們尊重神 神就會指引我們的路 神就會指引我們的腳步 我們就不能用自己的智慧 我們就不要用自己的智慧 用自己的聰明 用自己的聰明 要來得到經加這個利益 去吃一些東西 來得到更多的利益或是一些東西 有一次小弟說一個題目 有一次小弟講一個題目 說為主比較傻一點 為主笨一點 為主笨一點 有時候我們 在我們人生的路上 有時候在我們人生的路上 我們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我們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或是做一些我們用一些基卡 就可以得到一些利益 或是用一些技巧得到的利益 像這個浴室一樣 好像約瑟一樣 神要祝學浴室 神要祝福約瑟 鴨國啦 神要祝福鴨國 神要祝福雅各 在他出世之前 在他出生之前 神就應允他的父母 神就應允他的父母 這個雅各要大於以少 但是啊 鴨國都用自己的方法 但是雅各都用自己的方法 這個 這個什麼 什麼 什麼 有這支 不成的叫什麼 什麼搶騙 歪 歪 什麼 什麼 這個意思就是說 都用一些騙的方法 意思就是用一些 用騙的方法 蒙騙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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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騙他的哥哥 用紅豆湯換成長子的名分 用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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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他哥哥的衣服 包 包 包上羊的毛 來騙他的老伯 來騙他的父親 就這樣 真的不好啦 這樣是不好的事情 雖然他得到了祝福 但是吃了很多的苦 但是他吃了非常多的苦 我在他中人家島的時候 在他岳父的家的時候 在那裡牧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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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把他岳父的羊都變成自己的 也把他岳父的羊都變成自己的 我們來去看那段記載很出味 我們如果看那段記載非常的有趣 以現金來說 以現在來說 對 牧羊是基因工程的改良專家 雅各就會是基因工程的改良專家 在那裡牧羊在交付的時候 在羊織交配的時候 他就知道說 用插什麼種的巧合 可以讓他生出有斑有文有點的 再放什麼樣的樹枝就可以 就可以讓他生出有斑有點的 有斑有文有點的 就是整個牧羊 整個牧羊 有斑有文有點的就是整個雅各 要用他的頭腦 用他的地位 用他的方法去叠到這些利益 對 他用他的頭腦 他的聰明 他的智慧 去得到這些利益 但是在聖經上的記載來說 但是在聖經上的記載來說 他吃了真的多苦 他吃了非常多的苦 雖然他玩叠到神的祝福不對 雖然他仍然得到了神的祝福沒有錯 但是這個過程就比較辛苦 但這個過程十分的辛苦 但是他的老輩就不一樣 但是他的父親就不一樣 他的老輩 用我們現在來說叫做傭大胎 他的父親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講就是 打笨蛋 打笨蛋 他這樣 人家搶他的禁就讓他 人家搶他的禁他就讓給他 人家搶他的妻他也讓給他 人家搶他的妻他也讓給他 什麼都可以讓人沒關係 什麼都可以讓給別人 沒有關係 他都不會去跟人家計較 他都不會去跟人家計較 但是當時神對他的看法是什麼 但是相反的神對他的看法是什麼 人對他的看法是什麼 人對他的看法是什麼 人對他的看法又是什麼 阿比米勒在他講 阿比米勒這樣跟他說 我明明看見神與你同在 我明明看見神與你同在 一個比較傻的人 一個比較笨的人 不會去靠著自己的聰明去爭取的人 不會靠著自己聰明去爭取的人 一定就是讓人看見神與他同在 所以我們不能來做自己的聰明去爭取 所以我們不要自以為有智慧 我們重要的是什麼 我們重要的是什麼 要敬畏耶和華 要敬畏耶和華 遠離惡事 遠離惡事 當我們可以成為一個敬畏耶和華的人 當我們能夠成為一個敬畏耶和華的人 我們遠離惡事 我們遠離惡事 神就跟我們同在 神就會與我們同在 所以敬堅人 所以敬前人 就是要成為敬畏神的人 就是要成為一個敬畏神的人 但是敬畏不夠 敬畏還不夠 你要成為堅僧人 你還要成為一位虔誠人 你如果只有怕神而已 你如果只有怕神而已 你並沒有堅僧 你並沒有虔誠 你並沒有虔誠 這樣也沒用 這樣也沒有用 一個虔誠人 一個虔誠人 他要有虔誠人 該有的一個表現 他應該要有一個虔誠人該有的表現 我們看修道映端第十章 我們來看《使徒行傳》第十章 第一節到第二節 第一節到第二節 《使徒行傳》第十章第一節到第二節 《使徒行傳》第十章第一節到第二節 《使徒行傳》 就是能夠照著神的旨意而行 他尊重神 有什麼好的表現 他有什麼樣的好的表現呢 就是有愛神跟愛人的表現 就是有愛神愛人的表現 第二節說 他全家都敬畏神 他和全家都敬畏神 剛才有說到 剛才有說到 我們尊敬神 畏懼神 就是敬畏神 就是在敬畏神 敬畏不夠 敬畏還不夠 我們還要成為虔誠人 我們還要成為虔誠人 虔誠人該有的表現是什麼 虔誠人該有的表現是什麼呢 就是要敬人 會敬人 就是會愛神愛人 所以說到 坐坐真正的百姓 可以說到多多洲際百姓 對 洲際百姓是什麼樣的表現 洲際百姓是什麼樣的表現 就是一個敬人的表現 就是一個愛人的表現 連馬太福音後面那裡說到了 在馬太福音後面有講到 我後身判的時候 幕後審判的時候 神站坐在寶座上 神坐在寶座上 向真人說 像這些人說 我餓的時候 你給我吃 我餓的時候你給我們吃 我嘴巴你給我喝 我口渴的時候你給我們喝 我恰心肉體你給我牽 我赤身肉體的時候你讓我穿 我落在膠裡面你來給我看 我下到監牢的時候你來看我 這就是愛人的表現嘛 這就是愛人的表現嘛 這就是蜜油嘛 這就是綿羊 所以買了一直到的祝福是什麼 所以最後會得到祝福是什麼 就是能夠進入神的國 來享受永遠的福樂 就是能夠進入神的國 享受永遠的福樂 這就是愛人的一個表現 這就是愛人的表現 這就是愛人的表現 就是我們看到人的需要 在人的需要中間來看到我們的存在 這很重要 這非常的重要 一需要的時候 在他需要的時候 但是看不到我們的存在 如果看不到我們的存在 我們存在的價值在哪裡呢 那我們存在的價值在哪裡呢 人家有困難 人家有困難 我們有辦法存出元首來幫忙嗎 我們有沒有辦法伸出元首來幫助他們 還是我們是一個見死不救的人 還是我們也是一個見死不救的人 多多洲際百姓 什麼叫多多 什麼叫多多 對 真正多啦 就是非常多 史上這樣來做 史上這樣做 為什麼真正百姓很重要 為什麼洲際百姓很重要 為什麼聯名人很重要 為什麼聯名人很重要 哪個書說到 雅各書說到 那個沒有聯名的也要受到 沒有聯名的心盼 那個不聯名人的也會受到 不聯名的審判 聯名人是向心盼來誇盛 聯名人是向審判誇盛 所以為什麼馬太夫人說到 幕後心盼的時候 所以為什麼馬太夫人說到幕後審判的時候 這綿羊 他們就是會等聯名人 這綿羊就是因為能夠 聯名人 因為當他們聯名人 因為當他們聯名人 來幫忙他們 來幫助他們 神的恩典 神的祝福 神的這個 意味美好的天國 神預備美好的天國 就是為他們做的 就是為他們而做的 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如果能夠 時常周濟人 這很重要 這非常的重要 我們再看第四節 我們來看第四節 真言十九章十七節 我們來看真言十九章十七節 真言十九章十七節 這就跟我們說到 是怎麼 是怎麼這個 真正能夠得到神的面前 所以告訴我們 為什麼周濟可以打到神的面前 十七節 聯名善兵的 就是祝予法 祝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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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向祂借的 你當然會知道 那你借給神 神會知道嗎 神會不會知道 神當然也知道 神當然也會知道 那要怎麼借神 那我們要如何借給神呢 就是去聯名善兵的人 就是去聯名貧窮的人 你新的一年開始 在新的一年的開始 我們在教會之間 我們在教會之間 有些兄弟姊妹 可能他軟弱他虧欠 有些弟兄姊妹 可能他軟弱他虧欠 可能他比較不足 或是說他比較不足 在這裡有什麼困難 或是他遇到了什麼樣的困難 無論是在物質上 無論是在物質上 在精神上 在精神上 我們精神上的一種幫忙 我們是精神上的幫忙 一種支持 一種支持 也是在周系他 我們這樣做 我們這樣子做 神一定會知道 神一定會知道 而且神一定給你償還你 而且神必定償還你 神會害你 神會還你的 不是說你做的 這都是假做的 你是說你做的都是多做的 我們要視上很多 我們要時常周祭 因為會打到神的面前 因為會打到神的面前 而且一個敬畏神的現身人 而且一個敬畏神的虔誠人 最上基督神 會常常禱告神 一個人有請基督嗎 一個人有沒有常常禱告 有時候我們都說 要我們注重基督 我們常常說要注重禱告 但是我們的基督 視上是應付應付 但是我們的禱告 時常都是應付應付而已 尤其那孩子要去上課前 就是小朋友去上學之前 有時候都睡得很晚 有時候睡得比較晚 賴床 或是晚上很累了想睡了 他的基督都是交代性應付性的 祷告就是那種交代性應付性的 路三的就睡了 什麼叫做路三的 什麼是路三下 哈利路亞讚美主耶穌一回路 哈利路亞讚美主耶穌兩回 哈利路亞讚美主耶穌三回路三次 就睡了 哈利路亞讚美主耶穌 這個路重複三次之後就睡了 這就是應付性 這就是應付性的 這個基督我就禱告神的面前 這樣子的禱告 也沒有辦法達到神的面前 基神是沒有用的 這樣是沒有用的 基督是跟神講話 禱告是在喊神說話 我們在師兄也禱告神 我們應該要常常禱告神 以前的百姓要獻祭 以前的百姓要獻祭 我們說獻祭要獻上最好的 我們說獻祭要獻上最好的 就好參像阿伯的獻祭一樣 像亞伯的獻祭一樣 亞伯的獻祭是 經過條線的 亞伯的獻祭是有經過挑選的 是他這個 頭生是陽頭生的 把最好的獻給神 把最好的獻給神 該印也知道獻祭 該印也知道要獻祭 但是他的獻祭是慶祭的 但他的獻祭是隨便的 所以那個態度就不一樣了 那個態度就不一樣了 當我們態度正確了 神才會願望 所以一個敬畏神的獻祭 所以一個敬畏神的獻祭 來做到我們可以 師兄的真正人 就能夠做到常常周祭人 可以來 疼疼基督神 能夠常常祷告神 我們就可以成為敬畏神的獻祭人 讓我們就能夠成為敬畏神的獻祭人 成為敬虔的人 我們再看天母太前書第六章第六節 下半段有說到 說 加上祇祭 說加上知足 這個祇祭也很重要 這個知足也非常的重要 什麼叫做祇祭 什麼是知足 就是要以自己所有的為祭 就是要以自己所有的為祭 一個知足的人 你的生出感謝的心 他會生出感謝的心 啊 雖然我兒子這樣 哭起哭了不太好 雖然我的兒子考試考得不太好 但是祭祭他身體健康 但至少身體健康 啊 敢 雖然我的女兒子這樣 生了不漂亮 雖然我的女兒生的不漂亮 但是感謝祖 祭祭他來挖康神 但是感謝祖祭祭他知道要來依靠神 啊 雖然我賺不比別人多錢 雖然我賺的 這並沒有比別人多 但是啊 感謝祖我哪有夠用 但是感謝祖我們還是夠用 這就是知足 這就是知足 那一個不知足的人啊 一個不知足的人 他的萬壇 他就會怨嘆 他的極度 他會嫉妒 他的混亂 他會 恨人 為什麼他的萬壇 為什麼他會怨嘆 我比別人更認真 我比別人更認真 我比別人更打命 我比別人更努力 為什麼我比別人更打命 為什麼我比別人過得更不好 這就是萬壇 這就是怨嘆 我就真人真 我就非常的認真 我就真打命 我非常努力 我哪有這麼打命 我怎麼會這麼過得不好 這就是這種萬壇 這就是一種怨嘆 你不知足你會萬壇 你不知足你就會怨嘆 你會戳嘆 然後你就會嫉妒 他又沒有比我更厲害 他又沒有比我厲害 扯又沒有讀比我更高 書也沒有讀得比我更高 工作也沒有比我更好 工作也沒有比我好 為什麼他賺比我更多錢 為什麼他賺的比我多呢 他生了又沒有我的恩賊 他也沒有我英俊 還叫雙禿 還有雙禿 頭禿 肚子禿 叫做雙禿 頭禿 肚子也禿 是雙禿 生了又不好看 長得也不好看 為什麼他賺比我更多錢 為什麼他賺的比我多錢 你就萬壇 你就怨嘆了 你就會戒斗 你就嫉妒了 再來你就懷恨了 然後你就會懷恨 真真是氣死人 真的氣死人 你那個恨的心就生出來了 仇恨的心就生出來了 一個呢 地獄的人 一個知足的人 他會歡書下陰 他會凡事謝恩 他會歡書感謝 他會凡事感謝 主要說你真聽我 主要書你非常的愛我 所以我們也聽過感謝主的見證 我們也聽過感謝主的見證 一個老姊妹的什麼都感謝主 一個老姊妹什麼事情都感謝主 出車後也感謝主 出車後也感謝主 是要出車後感謝主 為什麼出車後感謝主呢 感謝主不叫我農事 感謝主沒有被撞死 腳雖然撞回來又接回來 腳雖然斷了 但是又接回來了 所以 主要說你很愛我 感謝主耶穌你很愛我 賺不三錢 賺不到什麼錢 感謝主 我還有老人年金錢好賺 感謝主 還有老年年金可以過活 有一次稍微去教會 去一個原住民教會領會 每次小弟到一個原住民教會去領會 我就注意去看那個風險的表 我就注意去看那個奉獻的表 他的十一圈都是三百六百的 那個十一圈怎麼都是三百六百的呢 我們在這裡看三百六百的十一圈很少 我們看十一圈三百六百非常的少 在我們來的教會應該很少 在我們內地教會應該算少 那為什麼他們那邊的十一圈是三百六百 三百就是老人今天三千 所以奉獻三百 三百就是老人今天三千 所以奉獻三百 六百就是因為他是做老農 老農今天六千 所以奉獻六百 六百就是因為他是老農 老農今天是六千 所以他就奉獻六百 我去那間教會領會的時候 我去那間教會領會的時候 看到教會種了一棵木瓜 看到教會種了一棵木瓜樹 生兩顆木瓜 長出了兩棵木瓜 一棵已經十棵紅 一棵又要紅了 一個已經熟了一個才剛要熟 那一天聚會就沒幾個人了 那天聚會就沒有幾個人 安休日聚會 安喜日聚會 小弟這樣就跟我一起去當天這樣說 和小弟一同過去那邊教會的同工就這樣說 這教會很困難 這個教會非常的困難 我們來領會今天的禮物 可能是那兩棵木瓜 我們一人一顆 我們今天來領會的禮物 可能是那兩個木瓜一人一顆 我們領會 領會結束之後 我們領會結束之後 那兩棵木瓜整個沒了 那聚會結束之後 那兩棵木瓜真的不見了 我就跟我的當天說 我就和我同工那樣說 應該他們包好要給我們 應該他包好要給我們了 人家就比較客氣 所以我們不可以拿車 要給人送我們木瓜 我們拿沒關係 人家比較虧欠 所以我們不要跟人家拿車馬費 不是虧欠 是缺欠 人家比較缺欠 那我們就不要跟人家拿車馬費 我們拿木瓜就好 做什麼 我們已經中車 聚會結束 我們已經上車了 已經跟我們揮手 給你拿平安了 已經在揮手 說還有點平安了 奇怪 木瓜怎麼沒來 奇怪 木瓜怎麼還沒有拿來 到最後我們就開走 人沒來 怎麼也不可以讓人躺 到最後我們就開車開走了 因為人家沒有拿來 我們也不好意思跟人家拿 我來跟我的當天說 我就和我童公這樣說 這個人 因為他們真的貴欠 就說這些人 因為他們真的 比較缺乏 這兩顆木瓜 可能就是他們一禮拜 一口罩的水果 這兩顆木瓜 可能就是他們 這個禮拜的水果 真的感謝主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我們知道他們的困難 謝謝主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我們知道他們的困難 我們任天有機會 我們再來 我們看見我們來幫他們幫忙 如果我們還有機會再來 我們再來看看要怎麼幫他們 從要跟他們拿木瓜 還有想說要去幫他們幫忙 從要拿人家的木瓜到 最後想說要幫人家忙 這都自己心裡想的 都沒有跟他們教會的人說 這都是我們心裡想的 都沒有跟他們說 欸 但是我們怎麼會在地獄啊 但是我們要知道知足 啊我們怎麼會在地獄呢 我們如果不知足 雖然去領會的人 還是去哪裡人 送你很多東西 雖然你去領會 人家送你很多東西 上面某個團圖來 就送一隻銀 為什麼我只送一支 那個雞腿而已 呃 之前有傳到來 領會的時候 你送人家一隻羊 為什麼來的時候 只有一隻雞腿呢 啊這就是不知足 這就是不知足 那是一個知足的人 呃 我們要做一個知足的人 欸 我們就會歡喜 我們就會快樂 我們就會歡喜 我們就會快樂 在新的一年 在新的一年 不論神給我們什麼 不論神給我們什麼 我們都可以歡喜快樂 我們都要能夠歡喜快樂 因為我們做一個地足的人 因為我們做一個知足的人 啊 啊小弟啊 是想要處理年輕人的婚姻 小弟時常在處理年輕人的婚姻 啊我不知道 我直接說一個故事 我不知道有沒有 以前有沒有在這裡講過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很趣 這個故事很有趣 啊 那也是一個現實的事情 也是一個現實的事情 一個年輕人跟他太太結婚之後 一個年輕人跟他太太結婚之後 他就因為學歷了不高 因為他們學歷不高 啊 沒有什麼一記之長 也沒有什麼一記之長 所以說都僵了兩萬三而已 所以都零兩萬三而已 啊 有一天啊 過一年一年之後 過了一兩年之後 他叔叔有一天很高興 回來跟他太太說 這個老公很高興 回來跟他太太說 沒有 今天老公給我加兩千耶 他說太太 今天老闆加薪我兩千塊錢 他太太也說 他太太這樣說 拜託 加兩千有什麼錢給我電 笑死人 拜託 才加兩千塊錢 有什麼好炫耀的 不要嚇死人 什麼人一個賺十多萬 就沒在說了 你在不好意思 人家某某某 一個月賺十幾萬都沒再說了 你是下市下城 你是 丟人獻嚴 丟人獻嚴 啊 這老公是怎樣 先生怎麼想 一定受傷 一定非常的受傷 他們就跟我說 勇翔大哥我太太就這樣跟我說 就是跟我說 勇翔大哥我太太這樣跟我講 我就去找他太太 我就去找他太太 我說 其實男人最喜歡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其實男人最喜歡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太太的支持跟鼓勵啦 就是太太的支持還有鼓勵 你應該怎麼做才對呢 你應該要怎麼做才對呢 你還說老公你好棒 你要說老公你好棒 你一個月多賺兩千 你一個月多賺兩千 一年多兩萬四 一個月 一年就多兩萬四 十年多了四萬 十年就多了二十四萬 六十五歲退休你就多了一百萬啊 六十五歲退休你就多了一百萬 我們再來坐立星郵輪 我們來環遊世界 我們就可以坐立星郵輪來環遊世界 老公你有夠厲害 我很愛你的 哦你有夠好 老公你好棒 我好愛你 你好棒 嘿 這樣男人會怎樣 那這樣子你先生會怎麼想 男人那個沒理由會騙起來 老公的尾巴就會翹起來 他就很開心 就會非常高興 他就更認真 就會更認真 更加打拼 更努力 拼死拼命 我們會再加兩千 更努力之後 下個月就會再加兩千塊錢 所以說 要有一個知足的心 所以要有一個知足的心 你若不知足 你如果不知足 你就會去傷害人 你就會去傷害人 你若不知足 你如果知足 你就會去感謝神 你就會去感謝神 感謝你周邊的人 感謝你周圍的人 所以當我們又要做最知足 所以當我們能夠做到知足 我們就能夠代理 我們就能夠大力 剛才一開始收集有說 一開始小弟有說到 歡喜真都順利 凡事盡都順利 就是大大的利益 就是大大的利益了 真的大的順利 非常大的順利 我們人要的不是這樣嗎 我們人要的不是這樣嗎 我們要的就是平安 就是要順利嘛 我們要的就是平安 就是順利 我們每次聽到姊妹 我們得到平安 我們每位弟兄姊妹得到平安 因為我們已經認識神 因為我們已經認識神 要必及說 因為我自己說 你要認識神 要認識神 就要得到平安 就必得平安 啊 福氣也要喝到你 福氣也會臨到你 我們都是認識神的人 我們都是認識神的人 所以平安是跟我們同在的 所以平安是和我們同在的 以賽亞書說 以賽亞書說 你們要專心來挖克神 你們要專心依靠神 因為他得到你十分的平安 因為他必視你十分的平安 十分的平安就是不缺乏的 十分的平安就是不缺乏的 很完整的 是完整的 所以說 我們信仰說 我們得到平安 所以我們信耶穌得到平安 我們凡事盡都順利 我們凡事盡都順利 我們喜樂 我們喜樂 這就是我們的信仰生活 這就是我們信仰的生活 所以我們要過到 六六台順的生活 所以我們要過著六六大順的生活 我們就是要成為 敬畏心的堅信仁 我們就是要做一個 敬畏神的虔誠人 我們又加上地久的心 再加上知足的心 我們就可以 反思盡都順利 我們就能夠凡事盡都順利 我們最後來看 詩篇第一篇 第一節到第三節 我們最後來看詩篇第一篇 的第一節到第三節 詩篇第一篇 第一節到第三節 詩篇第一篇 第一節到第三節 第一節 不將惡人的嫁廟 不站著人的道路 不將惡人的座位 為蜴蕭蕭的律法 不再順利 這人變為有福 他要請求一張照片 在地客水平 按時鐘結束 許多不高達 他如果他所做的 很順利 這裡又講到我們要怎麼做的 很順利 這裡又講到我們要怎麼樣做的 都盡都順利 就是三步 就是三步 我們沒有將惡人的嫁廟 不從惡人的計謀 就是說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去設計害人 就是說我們不去設計 陷害別人 我們沒有跟壞人做去設計 我們不和壞人一起去設計 不走 不站著人的道路 不佔罪人的道路 我們不跟他們做那些走 就是說我們不和他們一起 做那些去做不好的事情 一起去做不好的事情 不做捨萬人的座位 不做卸賣人的座位 就是我們不去跟他們做的 分享他們做惡所進來的 就是不和他們去分享 他們作惡所得來的 所以自開始 過程和結果 我們都不跟他們參與 所以從開始過程到結束 我們都不和他們參與 這就是我們要做的三步 這就是我們要做的三步 不和惡人開始去設計害人 不和惡人一起去設計害人 不和惡人重行去害人 不和惡人同行去害人 不和惡人同行做惡所得的 不和惡人同行做惡所得的 所以這是三步 這是三步 啊 這是消極的做法 這是消極的做法 積極的做法是什麼 積極的做法是什麼 記在第2節 記載在第2節 當然要非愛亞華的律法 喜愛耶和華的律法 明日來思想 奏業思想 這人便為有福 這人便為有福 啊 一個非愛亞華律法的人 有什麼樣的表現 一個喜愛耶和華律法的人 有什麼樣的表現 就是他會時常聚會來清淨神 就是他會時常聚會來清淨神 就不像剛才小弟說的 介紹人給我問的 有來聚會嗎 就比較像小弟剛才講的 那個介紹人問說 這個人有沒有來聚會 台灣想整包還不能說八十九 嗯嗯 有啦 這樣 我想了很久 又不能說謊 就說嗯嗯有 因為過年有看到 因為過年有看到 連安曉日也沒看到 連安息都沒有看到 可能連林安會也沒看到人 可能連林安會都沒有看到人 我們寫的です 是要與說 實際時常參與聚會 是親近全一個最好的方式 是親近的一個最好的方式 恩